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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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年友 南无阿味陀佛 有人问 没有发菩提心的人 念佛可不可以往生的呢? 真正发菩提心 发完要众生无边世愿度 其实是很难的 如果要求发菩提心才可以往生 我们想这个世界 真的没有多少个人有资格往生 阿弥陀佛要救度的是一切的众生 所以他是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发菩提心 才能够往生 官无良寿经 中下六品的往生 都是没有发菩提心的 在《念佛感应录》第三集 所记载的往生事例 大部分 他们连菩提心的名字都没听过 更加是不用说要发菩提心 虽然不认识菩提心 但只要你真心念佛 愿意往生 全部都可以往生 一旦往生 自然就成佛去度众生 这一点就是正土念佛法门里面 比较奇妙的一个地方 正土法门就贵在 发起愿意往生的心 这个愿生心 在正土法门来说 就是正土法门的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人人都可以发 这是非常之重要的 大家在《中断》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我来说 放松一下 感谢观看